这是长沙女主播深夜被行刺的真实影像 2019年7月30日凌晨1点20分钟左右 女主播小杨姐正在长沙韶山北路的公交站打车 就在她使用手机上的打车软件时 突然一名陌生男子从她背后冲出 拿着一把锐气就朝她的下体捅了一下 随后行凶男子快速逃离了现场 小杨为什么深夜一点多还在外面 那名陌生男子又和小杨是什么关系 女主播小杨在被捅伤后并没有去追赶行凶男子 此时她有气无力摇摇晃晃地尽量来到马路中间 并不断地挥手想让过往的汽车停下来 可一连好几辆车都没有停下来 可能他们并不想招惹这个麻烦 也可能他们没有看见小杨 就在小杨快疼得晕过去的时候 突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小杨的身边 出租车司机在和小杨短暂地交流之后 还是犹犹豫豫地把车开走了 网友在看到出租车司机的行为后 键盘侠们开始在网上不断地谩骂 都在指责这名出租车司机见死不救 很多普通人在面对网络的谩骂声时 几句话都可能把人给淹死 当出租车司机在看到那些谩骂声的时候 他内心又是怎么想的呢 但是事实真的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吗 在交警到达现场后 同时来到的救护车和医生 立马把小杨送去了医院 根据主治医师诊断 小杨被锐气从臀部刺入盆腔 里面的卵巢小肠还有一根大血管都被刺传 在医院里面 小杨三天之内做了四场性命攸关的手术 两场无麻醉一场全麻一场半麻 好在小杨都挺了过来 手术也都有惊无险地成功了 在医院疗养期间 他在朋友圈中写道 针线在皮肉间串来串去 钢支支架强行插入动脉 大股血液温热地流出 全身血液几乎被置换一遍 呼吸机深入咽喉让我看起来奄奄一息 身上的刀口让我夜不能寐 大口呕吐出来的苦涩 感知让我多日水米未尽 在伤口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小杨在网上看到了自己被刺的监控视频 小杨表示 我准备把这段视频看到地老天荒 直到我完全不恐惧 完全没有心理一影为止 小杨的身体和精神无疑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毁 此时网友们更加痛恨那名持刀凶手 对那名见死不救的出租车司机 谩骂声也越来越大 直到几天后警方抓到嫌疑人 人们才明白 原来那名出租车司机并不是见死不救 他当时把车开走是另有原因 这是女主播在凌晨被捅伤的真实影响 报案后警方立马针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在市局型警队等单位的大力侦查下 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 两天后他们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刘某 2019年8月2日凌晨4点 专案组在江西省平乡市安园区的一家银行门口 成功抓捕刘某 当时在刘某身上还搜到了一把水果刀 在刘某被抓捕归案后 警方立马调查清楚了他的身份 刘某32岁是河北市家庄人 当时的他没有正当职业 也没有经济来源 在他捅上女主播小杨的那天晚上 刘某喝了很多酒 然后就觉得心里面十分压抑 在大街上瞎溜达 看到女主播杨某在公交站等车的时候 他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趁着夜色悄悄来到了小杨身后 一刀捅在了小杨的臀部 据小杨回忆说 当天夜里他刚刚下班 在最疲惫不堪的时候 被捅了一刀 本来他车都已经叫好了 但车主看到他的惨状却当场走开 他本来以为只是小伤 可没过几秒钟之后 他就昏倒在地 当他把手摸向自己的伤口处 才发现手刀之处竟是一片血迹 这时小杨才意识到自己被捅了 在视频被曝光的一瞬间 无数人都在指责那名出租车司机的自责 记者在事发过后 也找到了当时的出租车司机熊哥 熊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才说明了当时的具体情况 事发前两分钟 他在打车软件上接到了一个订单 订单显示顾客需要从维一星乘东二号门 前往福斯地铁站一号口 于是熊哥就调转车头 前往维一星乘东二号门 来到乘车点后 熊哥看到小杨在地上喊救命 当时熊哥以为小杨是醉酒 并且他不确定小杨是否是自己的乘客 于是他又往前开了50米 然后又给乘客打了电话 这时熊哥从电话中听到乘客正在喊救命 并表示有人从他的背后捅了一刀 熊哥意识到情况不对 这才赶紧调转车头 并帮小杨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救护车 据熊哥回忆说 当天夜里因为光线不好 他担心躺在马路上的小杨再次受到伤害 他还专门把车停在小杨身边不远处 用车灯一直照亮着小杨 随后小杨的一群同事跑了过来 在救护车和警察都来到现场后 熊哥连忙把小杨送上了救护车 随后他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熊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也希望小杨赶紧好起来 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忙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养 所以他不想让网友再对自己进行辱骂 对于网传的他驾车离开的画面 熊哥解释说 可能只是截取了前半段的监控画面 这才让大家产生了误解 小杨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说道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在出租车司机被洗白之后 警方又开始调查起了小杨的身份 以及他被陌生男子捅伤的原因 在女主播小杨深夜被捅伤之后 面对警方的询问 她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凶手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根据小杨的表姐曹女士描述 小杨是吉林长春人 她家里的条件很一般 父母都是农民 家里还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 小杨从小学习就非常好 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长沙的一个大学 在大学毕业之后 小杨和自己的男朋友一起留在了长沙 根据警方调查 小杨毕业之后在长沙找了很多工作 最后因为做主播的工资比较高 所以小杨就从事了这一行业 事发之后公司里还派人来安慰小杨 根据小杨的同事描述 当晚事发之后 小杨用尽最后的力气 向百米之外的公司同事发出了求助 同事帮她报了警 至于那名犯罪嫌疑人刘某 不论是小杨的表姐还是小杨的同事 都表示并不认识此人 小杨在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看到陌生人就会有心理阴影 内心还会莫名的恐慌 但她相信法律会对凶手做出应有的惩罚 危险真的就像看不见的魔掌一样 随时随地就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在下一秒我们的身后会发生什么 在此提醒大家 如果是因为加班原因很晚才下班 一定要和自己的同事一起下班 如果必须要自己一个人的话 也一定要先在室内打车 等车到地方之后再去寻找司机 独自奋斗在大城市的女性 本身就已经非常不容易 在身边没有人守护自己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虽然我们无法左右坏人的行为 但起码我们可以掌控自己 另外我们一定不要断章取义 在网上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事实 一切东西在没有官方的证明之前 我们一定不能随意地 去因为一段不完整的视频误伤他人 再次的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